那大家想新建一个个人的专题 就只需要找到这个找你想看这里的查看全部 点进去之后我们再点击新增标签 然后这里就输入你的个人专题的名字 我们先随便输一个 然后同时要添加你这个专题的描述 点击确认 这里你就已经创造了你个人的标签 然后再往里面添加我的作品 然后把你想要的个人作品文章添加进入这个你的标签页里面 这个就形成你的个人作品专题咯